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现在我们长得确实比较像真假难辨 但我就是冯祝荣啊 从小跟我长到大的名字 我还是很珍惜的 首先我们打开第一份文档 来讲一个比较简单的查找语替换 这个文档呢 讲的是什么 讲的是如何赚到人生的第一个100万 用PPT 那首先看到他的主语都是什么 吴彦祖是吧 吴彦祖吴彦祖 我们要改成冯祝荣怎么办呢 我们按住Ctrl加H 查找内容呢 我们把我们的吴彦祖 替换为冯祝荣 对吧 我们已经全部替换 就可以发现已经完成了240处的替换了 所以这个文章呢是关于冯祝荣的 这个操作呢很简单 CtrlH大家应该都会做 那我们先关闭他 我们点不保存吧 我们再来看第二个查找替换的内容 这边的查找替换呢已经有冯祝荣了 但是呢我们在这里面呢 我们其实还有很多乱七八糟的一些 一些称谓啊 比如说呢这边我给大家做了一个替换 我们来看一下这边呢 有什么冯 帅哥啊 51处 冯南神有22处 冯帅龙有68处等等的 我们统一要给他替换成为 这个乌彦祖 这个时候怎么办呢 我们可以观察一下他 我们 第一个字都是有缝 对不对呀 那后面的两个字呢 都是 我们的制服 对不对 那我们呢可以使用通沛符来进行操作 我们这边还是一样的点击 CtrlH 这边呢我们可以输入我们的缝 是吧他一定有的 更多当中呢 我们输入 特殊格式里面的一个 任意制服 再这边添加一个特殊 这个格式里面的任意制服 我们这边呢可以把它替换为乌彦祖 是吧 乌彦祖 OK呢 以及全部替换 这个时候可以发现他已经完成了240处的替换了 这样呢 你看 我们使用通沛符 就可以轻松的搞定 很多 相对来说 比较 棘手的案例 你学会了吧 哦 猜人物送模板啦 猜猜这是什么人物 关注微信 职场骑鞋 回复你的答案 即可离请小编封藏的PVT或简历模板 每期模板都不一样哦 发简直播你 你们这个讯息 我觉得是不是 你是我们俄 我们俄 我们俄